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年7月以后有这个在宅医疗团队 那台大很荣幸是云林两大团队之一 我们在7月1号就成立了这个在宅 安心在宅一路好照这样的在宅医疗团队 那可以开始服务也可以做远距的监测 那感谢县长这个加码的方案 那提供更好的资源包括交通服务教育 还有高科技的各种的这些设备 那可以让我们的团队呢 更安心的服务我们这些最需要的民众 在宅医疗团队在晚上还有假日之后 就是责任之的 就是比如说这时候的责案是 你照顾跟午后晚上或是有 不要三个雷 三班之的照顾 会有拍摆 会有拍摆 一路守护 云林好照 GO 我们要起车军 在后期 我们要求一个五万两斤 我们云林县政府也特别提供了这个支援中心 不只是我们可以临床 透过临床的一个诊断 那我们提供一些医疗的这个工具 包括可惜式的这个S光 或是这个超音波 或是各方面的这个器具 能够协助我们医师做临床上面的一个诊断 来做这样的一个整个病情的一个评估 我们都会全力一步 尽量把这个医疗方面 不足的一个部分 透过这样的再载医疗来凝补